马可福音 第十五章 三十三至四十七节 正午时分 黑暗笼罩了传地 一直持续到下午三点 三点时 耶稣大声呼喊 以罗伊 以罗伊 拉马撒巴各大尼 意思是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为什么离弃我 围观的人有的以为他在呼唤先知以利亚 其中有个人跑去拿了一块占了宣旧的海面 绑在芦苇江上帝级耶稣壳 那人说 等等 看看以利亚会不会救他下来 耶稣又大叫一声 就断了气 圣殿圣所的万莫 从上到下 裂成了两半 一位罗马军官站在耶稣的对面 目睹了他死去时的情景 就高声说 这人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哦 有些妇女站在远处观看 其中有末大拉的玛利亚 小雅各和约失的母亲玛利亚 以及撒罗米 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跟从他和服侍他了 还有许多跟耶稣一起来耶路撒冷的妇女 也在哪里 这一切都发生在星期五 那天是预备日 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 临近傍晚 阿里马太人约失 冒险去见比拉多 想要领取耶稣的遗体 约失是最高公议会内 一位受人尊敬的议员 一直期待上帝的国来临 比拉多难以相信耶稣已经死了 就召来罗马军官查问情况 那军官证实耶稣已死 比拉多就让约失去领走耶稣的遗体 约失买了一块长马煲 从十字架上取下耶稣的遗体 用马煲裹好 安放于一个在岩石中作成的沐月类 他又滚来一块石头堵住墓口 末大拉的马利亚 磨约失的母亲马利亚 都看到了安放耶稣遗体的地方 录像保姆 优优独播剧場